欢迎收看今天文献的世界财经周报 对川普而言 所谓穆斯林这些国家 只是他国际政治里头 他不喜欢的 或者是没有相关利益的 因为他出资的是房地产 他相当熟悉石油产业 传统的国家 很不熟悉的是高科技 而且高科技产业 在大选的时候 也没有支持他 他已公布了1月27号的行政命令 就是禁止穆斯林 入境美国有7个国家 禁止禁令之后 马上就引起非常多的高科技 全部跳出来 因为他们有很多资深的工程师 很多来自于伊朗 来自于叙利亚 来自于伊拉克 但是对川普而言 当他做出这个禁止命令的时候 人们会觉得 他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聪明 他不完全是一个商人 他可能只是基于他个人的好物 而做了一个鲁莽的行为 因为他并不知道太多的工程师 大数据的数学家 来自于他讨厌的这些穆斯林国家 美国股市在过去这阵子的表现 相当具有戏剧性 三大股市在总统川普当选之后 出现了长达近一个半月的涨势 其中倒求工业指数 还在川普上任首周 冲出了庆祝行情 一局管破2万点的历史新高 但是这片荣景在川普以旋风式 颁布一系列具有高度争议的 行政命令后出现逆转 股市从本周开盘后 连续数填下错 道指和标普500指数 在工业和科技股领跌之下 双双出现了开年以来的 最大单式跌幅 道琼工业指数30个成分股当中 有20家企业的股价面临失血 其中很多是仰赖电脑和数学 专长跨国优秀人才输入的 细股高科技公司 川普在上任12天内 签署了18项行政命令 引发外界一片哗然 其中禁止伊朗等 7个穆斯林国家公民入境的 铁血措施 不只让企业界感到错愕 更影响了数以万人的生计 矽谷地区反川普不难理解 放野望去 许多响当当的人物都具有移民的背景 例如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的执行长 穆斯克就来自南非 苹果前执行长贾伯斯出生于叙利亚家庭 加古文执行长爱丽森是意大利人 线上购物网站eBay创办人欧米迪亚 是伊朗裔美国籍 此外还有来自台湾的YouTube执行长陈世骏 来自匈牙利的英特尔执行长葛洛夫 更别说川普自己就是来自德国移民家庭 多元包容文化造就了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创新和蓬勃 社群网站Facebook执行长佐克博 在这项不友善的行政命令公布之后 第一个跳出来表达抗议 来自德国移民家庭的他 对这项措施表达了最强烈的关切 网路串流Netflix执行长哈斯丁 隔天跟进加入反对的行列 交通网路公司Uber执行长卡拉尼克表示 这项政策完全违背了该公司的理念 之后还有微软 Google和苹果执行长 都相继在对内部员工的信件当中 对这项移民禁令发出了抨击 我们真的看到科技业专业 似义的怨恨 这就是特朗普的政策 我认为两个事件是发生的 一是几个事件说 西里根湖是由移民家庭的力量 再回到安迪Grove在Intel 再回到Satia Nadella在Microsoft 第二 这些是白州公司 他们的职员工员 不想看到特朗普总统 他们反对这个移民行政策 进一步全面修改签证法规 大幅缩减H1B发放的额度 市场保守估计有10%的高科企业 会受到影响 对员工工作居留和海外家眷的 探亲疫情权益 甚至公司的营运都会造成冲击 A the center of the debate is it's called the H1B visa many of you will be familiar with them now the H-1B allows highly skilled foreign workers to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fill in the gaps in the American workforce around two thirds of H-1Bs go to computer related occupations helping Silicon Valley to thrive the next lot go to engineering administrative education and so on so it'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likes of Apple and Google are advising employees in H-1Bs not to leave the country because the H-1B is not the same of course as a green card it's just a visa or high quality visa that grants some immigrant possibilities it's also a limited number of H-1Bs given out every year 今年初在競選期间 就和川普结下两子的高科技业者 曾经尝试和川普 进气前线进行沟通 但是川普出手后 业主们决定不再只限于言语对抗 还拿出了具体行动 苹果、微软和Google表示 将积极协助旗下员工打官司 微软、亚马逊、自由网 正着手协助华盛顿州检方 对川普的行政命令 提出法律诉讼 线上租房网站Airbnb 将为所有受到旅游禁令影响的人士 提供免费住房 Google更透过员工募捐和公司对等 提拨金额的方式 成立了400万美元的维基基金 资助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ACLU等四个单位 联合对川普提出诉讼 他们需要最高的联益力量 华尔街市报报道 包括微软、Facebook、Google 和亚马逊等公司 正联合起草一份制川普的公开信 抗议旅行禁令 不过这恐怕会沦为狗废火车 川普普提出了 川普普提出了 最高的联盟力量 对于其他人的联盟力量 在美国的联盟力量 在美国的联盟力量 是因为 如果您看见 数项目的公司 在这些科技商 Google上 有60,000多 如果您看见 Facebook 那是15,000 Netflix 当然 Netflix 这项行政命令 也在全美各地 引发了激烈的反弹声浪 不少大型品牌 打破只问利润 不问政治的惯例 冒着风险和川普公开作对 这背后 除了有顾客的压力 也有对经济发展 和创新前景 不确定的担忧 但这不是只有联盟 联盟力向了 网络者 联盟力向了 Golman Sachs 跟罗伊·布兰菲 莫根·史丹利 也出现 消费商品 也参加 Forge 你会听到 总统 G.E. Jeffrey Immelt 做了一声 许多跨国企业 都以强害企业成长 和违背 美国作为民族 融入的精神为忧 站出来批评川普 但是也有不少企业 以川普的选票为考量 而选择沉默 宁愿不得罪 保守派的支持者 美国的未来 究竟何去何从 故事大亨巴菲特 看好川普 治理下的美国 认为尽管政治 出现分歧 自己在大选后 还是买了 120亿美元的 各类股票 宣信长期的经济形势 将是乐观向上 全球最大 对冲基金创始人 达里奥则认为 川普民粹主义政策 将损害全球经济 众说纷纭 川普风潮究竟能够持续多久 全球投资人都在观察 对川普而言 他的选民就是中西部的这些选民 也就是所谓的铁锈区 他正式靠这些铁锈区 也就是不是美国高科技 而是美国过去的制造业 传统产业衰落之后 那些受伤的人而当选的 这些人投票给他 使得他在全国的普选里头 明明输给了希拉蕊 280多万票 他当选了总统 因为按照美国的选举制度 这种选举人团制度的话 这些铁锈区 才是让他当上总统的人 所以他根本不在乎高科技 第二个 就像刚才我们所看到 布林伯克的分析师所说的 高科技 他所创造的附加价值的利润 非常的高 但是他对就业的贡献很小 他可能雇佣的人 3000个人 15000个人 20000个人 可是随便一个汽车公司 可能就雇佣20万人 这是传统制造业 对就业的贡献 和高科技一个重大的一个不同 而为什么川普的这项政策 在高科技业领域里头 引起这么大的一个反弹 我们为大家来举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 这个人是MIT的一位女教授 他本身在通讯科技的工程里头 有非常卓越的表现 他的家族都是一生世家 而他选择的方法 他走入了人工智慧 让他跟医疗可以紧密的结合 可是他虽然有亲戚 现在在美国 他还有家人 现在在大马士革 按照现在川普 所搬出来的禁令 他不能和他的家人团聚 来自伊朗的马娜 是博士候选人 目前正在德国波茨坦的 HPI软体研究所深造 川普禁止七大穆斯林国家人民 入境美国的行政命令 公布那天起 他根本无心做研究 因为他的博士论文 恐怕得被迫拖延一年 马娜拥有正规的入美签证 也多次进出美国毫无问题 但进幕令一出 就算为了学术研究 必须入境美国 也须重新报备审核 但所有美国外馆 都已不受理 七大穆斯林国的申请 团队没办法再等下去 只能丢下马娜 如其飞往旧金山 史丹佛大学 美国是全球学术研究的 首选之地 也正因为佼佼者 都前往美国深造 才造就了美国顶尖的 科技环境 如今所有美国大专院校 都准备面临 禁幕令的冲击 根据调查 川普禁令下的七个穆斯林国家 共有17000名学生 目前正在美国就读 密度最高的前三名学校 分别是德州农工大学 271人 南加大252人 中央佛罗里达大学 224人 德州农工就呼吁校内 所有来自穆斯林国家的学生 在毕业前尽量待在美国本土 减少离境机会 美国商务部统计 这17000名穆斯林国家学生 光是伊朗籍就超过12300人 是美国第11大外籍学生来源 写78%的伊朗学生 是赴美攻读硕士学程 比例高于世界其他各国 而且有八成念的都是科技 工程和数学 根据调查 1990年以来 学术论文发表的共同作者 大多来自不同国籍 以2013年为例 美国和伊朗就合作超过 1000篇重要的学术论文 换言之 这17000名穆斯林国家学生 不仅替美国带来 5.56亿美元的学费收入 还是帮助美国 在学术发展上维持领先地位的 重要助力 2016年 文倩世界周报在麻省理工学院 访问了来自叙利亚的女科学家 Dina Kadapi Dina从大马士哥大学毕业后 才赴美攻读博士 她所做的有关无线电波的创新研究 被列入MIT改变电脑科学的 50个方法之一 她的学术成就被贴上了美国的标签 但她却是来自川普 寂寞令七国之一的叙利亚 Dina的双亲至今坚持留在战乱祖国 一个寂寞令可能带来的结果 就是从此与女儿分隔两地难以相见 Dina把她的天才和成就献给了美国 付出的却是亲情的代价 定监学术圈中不乏Dina的例子 历年来替美国拿下诺贝尔奖的得主 多数都是外籍协同 如果几个上来的 Nobel诌军 那里被运负责过过前五十周 的资本主义 总是分别的 美国同一个国内 我们是英国的 如果你看到那一副 Nobel laureates 是國際生產生的 來到了美國來訓練 例如是學生學生 或是抗科學生 或是醫師科學生 或是早上在他們的科學 在這個國家做了一副 一副之三個的美國 Nobel laureates 是國際學生產生的 來訓練 计目令不只让美国学术研究倒退 隐形的经济冲击更难以估计 绝大部分的外籍学生来美都是支付全额学费 对公司的学校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收入来源 国际教育协会资料显示 2016年一整年在美有超过百万名外籍学生 至少创造了350亿美元的经济规模 川普进了一出 至少125所大专院校或学术机构 联署要求撤回行政命令 就是因为此举严重损害各籍学校的外籍学生学费收入 特别是硕士班影响最大 长久下来 美国在教育这一块的市占率恐怕也会输给其他国家 全美接收外籍学生最多的前20名学校也表示 下一学年度外籍学生申请来美就读的人数呈现正成长 而且申请截止日期都在川普就职典礼之前 今年秋天有多少学生可以真正赴美攻读 所有的学校都很担心能不能收到学费 根据高等教育研究网站统计 倘若禁募令成为永久政策 美国大专院校每年至少会损失7亿美元收入 更深一层的优励是 美国恐怕不再是人才培育的首选 无法吸纳人才进入美国 恐进一步重创经济发展 而川普当选他很大的一些目的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他的幕僚里头最重要的五人小组 带头的班农跟川普 他们相信的就是 我用威胁对方制造冲突 最后我可以达成的 不仅是在国际的战略 同时在经济上 才能够维持美国超强的地位 那么这一套能不能行得通 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关于美股 这个两万点它是一个泡沫 还是像巴伦周刊讲的 他其实是足以支撑 巴菲特当然是这个看法 当然另外一个情况就是 他如果像一般所说的 是个胡闹的人的话 他完全错估了情势的话 这可能是一场可怕的泡沫 那么正如巴伦周刊所说的 他可以带动美国 最后因为美国企业非常好 到了2025年可以破三万点 两万点还是小事 也可能因为川普的错误政策 让标普重挫40%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 看好川普经济学将会发工 预测2016年全球经济成长率 为2.9% 同时将2017年成长率 调升到3.3% 比9月份预估的 高出0.1个百分点 2018年更渴望出现 五年来最强劲的成长力道 达到3.6% 其中美国就业市场稳健复苏 劳工薪资持续增长 在众多地区中最被看好 OECD还指出 全球经济在过去数年间 持续限在3%的低成长力闹中 OECD国家更只有2% 各国透过宽松的货币政策 刺激景气 但是低利率支撑了资产价格成长 对带动整体增长的效果 却很有限 经济学家担忧目前的货币政策 已经超过负荷 呼吁各国政府专注于 经济结构的改革 财政政策和货币措施三者并行 好让全球经济尽快摆脱衰退 步上轨道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看好川普 瑞银集团驻东京的日本股票 研究主管居林通就在日前警告 川普声称要大规模减税 在10年内 赤资1兆美元从事基础建设 然后又承诺要终结既有贸易协定 并对导致就业机会 流向海外的企业失意惩罚 但是现实情况里 不待财政政策发挥功效 包括日本等经济体 恐怕就会先尝到 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苦果 彭博新闻引述瑞银谈话表示 日本金融市场 基于对川普实施通胀性刺激政策 有所期待 就抓住这点不放 推动日元一路走匾 但这是为川普经济学 披上了理性的解读 很大程度上是种误判 大家都说, bulls or bears 是因为在谈论是 里面有很空气的 放松态在什么 Donald Trump的政策 会真的像 所以很难要投入 划打通胶区 如果当您没有大清清 真的 really what the dollar-yen bears a focus on is his protectionist rhetoric as opposed to his fiscal stimulus and they say that that can only mean that he won't tolerate a weak dollar and we have people including JP Morgan and UBS Wealth, they see the yen strengthening, so dollar-yen weakening below 100 in coming months because of that. Once Trump's protectionist slant becomes clear to the market, UBS Wealth says basically the market has got Trump all wrong, and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reprice considerably. 認為日元交易人士錯估川普,一個寄託在希望之上而出現超買的市場很快就會崩潰,市場對川普財政擴張的預期已經過頭,川普經濟學很快就會泡沫化,日元最終將在明年此時被迫反彈到98塊錢的價位,重返2013年11月的水準,倘若發生,那麼日系將首當其衝猛受壓力. 但是在美国优先的政策下 强势美元不利企业营收和就业 美国人也不会接受 日本出口商正在享受的便宜日元 恐怕是昙花一现 如果真的如此 日本央行一直以来 努力上日元贬值 以提振经济的努力 恐怕将富足东流 目前欧洲可能面临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最孤独的一个未来 法国今年4月5月就要进行大选 本来大家觉得极右派 很可能在过去法国的公民意识里头 会左右派的选民合起来 把他夹杀 最后因为这次要求政党轮替 现在是左派欧兰德执政 让右派政党提出来的候选人 现在是费庸 最终的当选 这是原来大家想象的一个政治局势 但法国现在的政治局势 正在改变当中 因为法国的右派所提出来的总统候选人费用 目前爆发了重大的丑闻 就被发现他的夫人多年来 靠着凭空捏造的工作 一直得到参议院助理的各种的费用 而且他的费用还高于一般的助理 那他的选区费用后来的选区 由另外一个人继承 也在费用的拜托之下 他的太太继续领取 事情还没完 连他的两个儿子 也在他爸爸担任参议院 2005到2007年 收受了超过8万欧元的 整个相关的报酬 那么在法国这种国家 这种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一件大事 几乎很多人都认为费用垮掉了 可是难道答案是 有的人认为是如此 有的人认为法国的政局 正陷入一阵的瘫痪当中 而这也代表未来的欧洲 越来越黑暗 越来越孤单 这是法国总统大选 呼声最高的右派候选人 首次出访柏林 拜会梅克尔之后 针对未来德法合作 接受访问 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 在镜头前 从容不迫地发表证件 因为24小时之后 法国百年周刊 揭露了他的妻子 在1998到2007年期间 以国会议员 假助理的身份 每月支领3900 到7900欧元的助理费 共计50万欧元 情势一发不可收拾 法国国家金融反贪腐检察官 在当天下午立刻展开调查 费用不得不亲自出面说明 法国国会议员 众伴侣或家人作为助理并不违法 但是必须要有工作之实 费用夫人一向作风低调 表示从不参与先生从政 致力抚养五个小孩 费用清廉耿直 诚实低调的传统右派形象 出乎意料地 在右派初选中 打败官司缠身的沙克奇 胜出之后气势如虹 在现任社会党总统欧兰德放弃连任 社会党面临严重分裂的情况下 费用民调领先极右派的马林勒鹏 四月底的大选几乎胜券在握 阿尼洛普被迫成为费用第一场竞选大会的焦点 原本是他宣告完整政见演说的舞台 现在变成费用 深思历劫 为自己辩护的告白 她 はizza私的前方 Miles 巴奖架 我设计达咬弃柯 我特别这是开放我们的一类 我们没有想好 我们有关于� fellow 它是美國的實力,它是為了阿森的 tres月日的票, 在下個三月的日子,我們建立了一家的震雕, 我們在看著一個白天給粉絲, 我懷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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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懷孫,我懷孫,我懷孫,要懷孫, 如果我們希望自己的懷孫, 我懷孫,我懷孫懷孫, 我們都順便辦鋪離地 競選大會雖然有將近1萬人出席 又派各個派系的龍頭老大 也全數出席相挺 但是費用毫不掩飾 將要嚴峻縮減政府預算 大幅刪減50萬公教人員 取消每週公時規定的35小時 警定上限為48小時 重新規範健保給付項目 刪減中小型醫院 提高2%的加值稅 把退休年齡延長到65歲 這個要求法國人民勒緊腰帶 搖緊牙根的經濟改革政策 相對於他太太假助理 卻領高薪的醜聞 不但完全失去立場 更讓他親戀的形象徹底崩壞 尊重新規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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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两个重要的地方 他们应该做的 France是自由的 这不说是可能 我们有10万人的城市 没有全世界的全世界 但是我们有10万人 我们有十万人的支持 我们看到了 支持是非常大的 我们看到什么 在天下的周年 但是我们看到 Franceo Fillon 没有阻止在雨上 我们不明白 他的妻子 这场竞选造势才刚刚结束 第二天 费用夫妇立刻被检察官传讯 两人分开证讯长达五个多小时 隔天检察官直接进入国会办公室搜证 却找不到费用女士担任助理进出国会的证件 也没有属于她的电邮信箱 费用至今无法提供 雇用助理的工作合约证明和薪资清单 星期三出版的周刊再度爆料 把假助理的薪资再加码33万欧元 甚至发现费用的两个小孩 求学期间也进入参议院担任助理 领取高薪达8万欧元 费用家人以国会助理名义 领取薪资 前后近百万欧元 费用悲情和愤怒的辩护说辞显然不能止血 最新的民调显示 他已经远远落在极右派的马林勒棚 和独立参选的无党派人士马克宏之后 右派没有可以替代的B方案 只得努力在尽头前维持一致支持费用的团结画面 但是还能维持多久 费用也改变策略 直接点名是来自总统府高层的体制性政变 立刻遭到总统府的严厉谴责 表示司法独立不容怀疑 但是时间上 他不可能在第一轮大选前被起诉 结果就算是他能全身而退 恐怕也大势已去 贾助理一案完全让大选政见辩论模糊失交 更加深一般民众对精英政治人物的反感 民粹女王集欧派的马林勒棚 之所以没有趁机落井下石 是因为他自己也同样因为贾助理事件 被欧盟议会追讨30万欧元 他拒绝偿还之后 欧盟将从2月份开始 逐月扣留他一半薪水和特殖费 的确如同费用所说 欧洲不能没有法国这个动力火车头 法国的卷情混乱 只能让2017年的欧洲 更显得山雨欲来 风满楼 我们刚刚特别为大家提到 欧盟的理事主席图斯克 他原来是波兰的总理 但是后来他下台之后 因为政绩很好 他变成了欧盟理事主席 但是波兰却变成了有几右派上台 他在他自己的国内 虽然政绩成长率高达3% 他看到了 由于受到了乌克兰 来自于俄罗斯前苏联的这种阴影的威胁 马上使这个国家陷入了一个 简单主义的恐惧当中 接着他也看到了全欧盟很多地区 当他们很担心自己的就业生活 老百姓对于复杂的关键改革没有兴趣 对于怎么样提出方案也没有兴趣 他们就觉得是你们这些政治经营带来 我要给予你惩罚 他称这个叫做简单主义 而这种简单主义呢 透过公投的模式在欧洲各地进行 那川普呢 现在正提出来 你们应该每一个欧盟国家就赶快学英国 也举行脱欧公投 最近斯洛伐克的总理警告了 这种简单主义在西方的蔓延 而导致了不理性的政治 主导了全世界的趋势 欧债危机现在慢慢地脱离了欧洲 除了希腊深陷尼闹之外 其他的国家都慢慢地复苏 而最大的风险就来自于简单的政治主义 他们认为过度简单的政治主义 而且动辄地举行公投 最终会导致这个国家完全没有办法收拾的状况 希腊在总理齐普拉斯推动下 伊朗针对是否接受债权人索困条件的公投 被誉为希腊自41年前摆脱独裁统治以来 最关键的历史时刻 也吸引了全球目光 公投结果 反对派压倒性大胜 希腊人狂喜 说公投找回了国家尊严 却没想到欧盟开出更严苛的纾困条件 最终总理齐普拉斯却选择接受 希腊人痛批丧权入国 根本是无条件投降 但他自己的说法 这才能有尊严地留在欧盟 2016 全民公投在欧洲遍地开花 但路却走得跟先前很不一样 英国脱欧 尤其是欧盟最不愿面对的重中之重 有时分析曾指 脱欧成功的关键因素 在于占英国人口85%的英格兰 陷入了民族自豪 文化例外主义和怀旧情绪之中 多数选民选择相信 前伦敦市长强森等反欧盟领袖 主张的英国在脱欧后将更加强大 因而凸显出一种反精英 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 在当前精进于文化脱续的时代 爆发出强大力量 一场场公投不但从根本上挑战了许多过去生殖的信念 欧洲部分国家还挑出了许多内部面临分歧的重大问题 欧洲公投自上世纪七零年代以来 数量确实持续缓步成长 但多半作为代义民主的有意补充 类似2016年执政者在公投中遭遇的巨大逆流与挫败实属罕见 甚至在这波难民危机恐怖主义 还数年来紧缩政策刺激产生的民粹主义情绪推注下 2016年开始掀起的公投浪潮 正逐渐被扭曲成为极右翼运动的工具 德国明镜周刊 曾经在英国脱欧公投后提出警告 大量的简单主义者正在涌现 他们不断用自己的方式吸引着不理性的选民 因为关键改革对选民没有卖点 大多数人对体制结构也没有兴趣 他们关心的是经济就业和生活水平 如果这一切很糟糕 他们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是谁带来了这种结果 我们要用选票惩罚他们 意大利总理伦齐推动的修宪公投大败 是2016倒下的第三张骨牌 也印证了公投结果宣泄了选民的不满 在可预见的未来 欧洲国家将轮番举办公投和大选 投票人数占全欧盟75% 英国小报就曾清楚点名 Nexit轮到荷兰脱欧了吗 以欧派政党民调正在窜身 不少人忧心当公投赋予了 对现状不满的选民 决定国家政治前途的权利 那种莫名的希望 促使极右翼反对派漫不强调 一旦当选就要进行脱欧公投 对选民进行号召 结果就是 荷兰面对20173月国会大选 极右派议员维尔德斯率领的自由党 以反移民反伊斯兰倡议脱欧 在民调中暂时取得其次领先 而法国4月23号即将迎来 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则是无法排除极右派的 马林勒彭大胜 斯洛伐克总理率先发难 字字句句 语重心长 欧洲应该提防 公投里的陷阱 尤其这种难以掌控的工具 适合某一地区或国内问题的抉择 倘若运用在复杂议题上 往往注定失败 尤其公投时 那种感觉无力的情绪容易被放大 这也是为什么政治精英 近期对结果的期待总是落空 这是欧洲近年公投启示录 2017如果没有实时提醒 动辄交付公投 恐注定是一颗颗未爆弹 人类怎么面对 人工智能一定会发生 而你的工作如何确保 今天我们在讨论完所有的政治 川普上台所有的现象 法国的整个大选 以及所有各欧洲的不确定性之后 我们回来看一个 一定会发生在我们这个世代的事情 当AlphaGo打败韩国旗王李逊时的那一刻 外界第一次听说了深度思维这一间公司 坐落在伦敦国王十字车站旁一间不起眼的大楼 没有出过任何商业产品的小AI公司 却吸引了科技圈两大豪门 脸书和谷歌争抢收购 最后谷歌赢了 2014年1月以6.6亿美元并购了深度思维 已经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慧领域 已经是佼佼者的谷歌 花了点零用钱买来人工智慧研发团队 到底想增加什么竞争力 经济学人用谷歌的海马回来形容深度思维的价值 深度思维强大的运算技术和Google拥有的海量资料 成就了一桩完美的结合 深度思维取得Google庞大的计算资源 Google的财力足以支持深度思维高昂 且周期漫长的研发支出 如果财力一般的企业收购深度思维 恐怕需要尽快实现盈利 但纳入Google大旗 让深度思维可专注开发人工智慧 且深度思维办公室在伦敦 与矽谷的谷歌总部之间有着安全距离 让深度思维能够拥有更多实际控制权 虽然在2015年10月之后 谷歌成立了Alphabet母公司 将旗下搜索影音及其他网络子公司 及研发投资部门 全部分割成为利润中心 各事业体系要各自商转维持营运 但深度思维的价值超乎账面数次 远比想象中更深远 最直接的收益是深度思维 对Google和Alphabet在AI争夺战中的战略优势 锁住顶尖AI人才 深度思维拥有400名电脑科学家 和脑神经科学家 未来可能扩大到千人规模 不仅如此 深度思维也给了Alphabet带来了威望 收购以来 深度思维两度登上权威科技期刊 自然杂志封面 2016年3月 Alphabetgo一战成名后 所吸纳的大众关注 都让Google觉得这笔钱花得值得 除了人才和曝光度 两个附加价值之外 Deepmind的战略意义恐怕还不止于此 尽管尚未研发出相当人类水准的人工智慧产品 深度思维的学习软体也帮助了Alphabet其他业务 Google就在2016年7月宣布 深度思维软体成功让资料中心冷却电力节能五分之二 深度思维的部分研发专业 也可以用于能源基础设施管理 医疗系统和洁净水源的改进 Deepmind claims that their system is not pre-programed and it learns from experience using only raw pixels as data input 2016年11月 深度思维就拿下了一个有营收的数据合同 与英国健保体系医疗机构 Royal Free London签下五年合约 处理该院170万名患者的医疗记录 先前也拿到了分析另外两家伦敦医药资料库的许可 深度思维软体运算约百万份视网膜扫描 找到退化性眼部疾病的早期症状 以及判读头颈部癌症图像 软体学会区分健康细胞和癌细胞的不同 深度思维的鬼才创办人哈萨比斯 将长远目标定为解决智慧的难题 如果能成功创造出人机通用的AI产品 固然将对母公司Alphabet带来莫大意义 但目前深度思维的研究项目 还不能作为一家有商业模式的公司 哈萨比斯将研发周期定位20年 并已让机器人跟人类一样思考作为目标 希望打造一个演算法工厂 以及AI人才库 成为Alphabet最重要的资产之一 虽然深度思维未来可能无法只利用AI程式 解决复杂问题创造大量营收 但其软体分析资料的成果 已足够让Google降低营运成本 并且解决机器学习问题 当初那笔战略收购已经只会票价 这个答案是告诉你什么呢 就是机器人不断地在发展它的智慧 而且名称叫深度思维 人类在愤怒之中决定走向 简单主义 这正是2017年正在发生的两件同时的大事情 非常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财经周报 下礼拜见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